放弃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 转而选择重型装甲车 在此消彼掌的格局中 消的为什么是挑战者2主战坦克 长的为什么是阿甲克斯步兵战车 大家好 我是火力军 今天为大家带来英国战斗权重超40吨的阿甲克斯重型步兵战车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 由通用动力公司为英国陆军所开发 起源于FRES计划 该计划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替代英国陆军履带式作战车辆 2010年 通用动力英国公司击败了BAE系统公司的CV90提案 成为FRES计划赢家 阿甲克斯重型装甲车 战斗权重38到42吨 长7.62米 宽3.35米 高3米 车组成员为3人 另外还可运输7名士兵 从发展源头来讲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是在西班牙与奥地利联合打造的ASCOD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2016年 英国曾在威尔士完成新型战斗侦察车的原型车炮塔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测试任务 参与测试的步兵战车正是阿甲克斯 与其他步兵战车相比 阿甲克斯的防护能力与火力更强 在防护力方面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继承了挑战者二型主战坦克的重装甲系统 38吨的整车经过一番披挂 战斗权重直接超过40吨 其装甲之后可见一斑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装备英国最新研制的乔巴姆陶瓷复合装甲 其构成更加复杂 能够应对不同威胁 要知道 在2006年的伊拉克战场上 英军一辆挑战者二 凭借着巴姆陶瓷复合装甲 在遭遇战中 先后遭到多枚米兰反坦克导弹和RPG火箭弹的打击 结果只是观瞄仪器受损 成员则安然无恙 更别说最新研制的乔巴姆陶瓷复合装甲了 这可能就是英国选择阿甲克斯装甲车 充当主力战车的底气之一 同时 该车还应用了自适应战场红外隐身系统模块 能实现车体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的同步 在对手用红外热成像仪观察时 能够隐身 火力方面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装有一座新型炮塔 炮塔由全电炮控设备 白光红外瞄准镜 40毫米埋头弹武器系统 以及7.62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组成 该炮塔80%的部件 能与武士步兵战车改造升级计划采用的炮塔通用 40毫米的埋头弹火炮 是该型车的一大亮点 当前为支援步兵编队行动 配合主战坦克扫除敌方反坦克有生力量 攻击敌方轻型装甲目标 世界各国的步兵战车都在增加火力 但无论是增大火炮口径 还是同时配备不同口径的可更换炮管 都会对步兵战车的弹药携带量 车体防护力带来影响 埋头弹也叫做嵌入式弹药 或者是套筒式弹药 它的弹药是装在药筒的发射药里的 在外形上看的话整体是一个圆柱形状 这种造型能够让射出去的火炮的开始速度更快 为后续的反射穿甲弹的动能储存的更好 另外弹药是放在药桶里面的 而且在弹药的四周都填满了发射药 这样一来就节省出了空间 炸弹本身的长度也缩小了 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 埋头弹可以容纳更多发射药 威力也更大 这更加方便小车扛大炮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发射新式埋头高爆弹时 弹药爆炸威力相当于老式的 57毫米口径火炮所发射炮弹 发射穿甲弹时能在1000米内 穿透140毫米军制装甲 这种火炮还能发射可编程炮弹 进一步提升打击精度 同时阿甲克斯步兵战车的 态势感知能力同样不弱 全车装有十几部摄像机 所拍摄画面可提供全向视角 其数字化火控系统 新型热成像仪 高清骤尖摄像头 猎户座人眼安全激光测距仪 稳定型周视瞄准系统于一身 使它成为一种完全的数字化地面武器平台 或可具有区域态势感知能力 该行此次参与测试的原型车 其实是阿甲克斯步兵战车系列车型中的一种 和FV101 FV510装甲车延展为一个系列一样 阿甲克斯步兵战车从设计时 就是一个履带式装甲车足 包括6个大类型和9个亚型号 2021年 英国通用动力公司首次公开了 阿甲克斯硫磺石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以响应英国陆军全新BGOAA项目中的 车载近战掩护打击能力 帮助英国陆军未来新改组的重型旅机战斗队 以及纵身侦察打击旅战斗队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其原型是英国空军使用的空对地导弹 作为一种重型反坦克导弹 发射重量约50千克 采用了串联锥型装药弹头 以弹体前部的少量炸药 引爆坦克的反应装甲 大量装填在弹体后部的大威力炸药 则用于击毁坦克的助装甲 经过不断改良 最新型号硫磺石三反坦克导弹的射程 已经提高到了80公里 考虑到陆上发射的因素 硫磺石三反坦克导弹 陆军版的射程 很有可能提高到了20多公里 具备先敌摧毁的能力 这对于陆军的战术价值不可小觑 另外 硫磺石反坦克导弹的制导体系 已经从早期的中段惯性制导 加末端主动毫米波雷达制导 发展为中段惯性制导 加末端主动毫米波雷达制导 外加激光制导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 该型反坦克导弹的打击精度 和抗干扰能力 具备全天候使用 和发射后不管能力 导弹发射车完成攻击后 可以立即撤出发射阵地 进一步提高了 作战部队的生存能力 在英国重型战车此消彼掌的格局 为什么消的会是 挑战者主战坦克呢 要知道挑战者主战坦克 曾一度被誉为 世界防护性能最好的坦克之一 然而在2009年 英国BAE系统公司宣布 将关闭挑战者2坦克生产线 不仅如此 英国陆军还宣布将在五年内 将挑战者2数量 从227辆削减到170辆 有分析称 英国对于挑战者2 做出舍的决定 一部分是源于其本身性能 挑战者2源于 对挑战者1坦克的升级改造 挑战者1坦克的技术源头 则是当时的二代坦克 也就是球场900外冒型主战坦克 这种出身方面的差别 导致挑战者2存在一些先天上的不足 例如装备相当一段时间的120毫米线堂炮 长期沿用的1200马力涡轮增压柴油机 这种不足在以前尚不明显 但随着世界主流坦克技术性能的普遍提升 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这种短板日渐显现 要跟上发展节奏 挑战者2主战坦克就不得不改进和升级 如此带来的技术难度与经费投入 客观上成为军费趋紧的英国 对挑战者2主战坦克痛向杀手的原因之一 不是英国选择以阿贾克斯步兵战车作为替代 同样不是一劳永逸 因为其存在着重大缺险 根据外媒报道 曾有数百名士兵在参与测试后 因为阿贾克斯发动机噪音严重和机械振动问题 导致听力出现损伤 除了噪音过大影响听力以外 阿贾克斯也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由于机械振动 阿贾克斯无法在行进过程中进行射击 此外 阿贾克斯的车速也无法超过每小时32公里 这一切都使得英国新型阿贾克斯步兵战车前程堪忧 目前仍没有明确消息证明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你们觉得阿贾克斯步兵战车会不会遭到英国舍弃呢 未来陆军步兵战车的发展又该是怎样的呢 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